大家好 我是马克医师 今天要跟大家介绍的是 2019新型冠状病毒 这个病毒呢 就在去年2019年12月8号的时候 第一例在武汉被检验出来 是一个新型的冠状病毒 当时大家称为武汉肺炎 然后经过这一个半月的扩散过后呢 其实现在大陆的整个确诊病例 有超过2000例 死亡病例也超过了80例 所以他也来到了急需的有限度的连传人 甚至可能到往下变成有效的连传人了 那因为他的情况和疫情不断的在扩大当中 所以我觉得今天要跟大家来讲一讲 什么是我们的冠状病毒 然后在进入影片之前也先祝大家新年快乐 然后记得拱手不握手 今年绝对是一个抗疫的一个年 那所谓的冠状病毒呢 是因为在点纤维镜底下呢 我们看到的这个病毒 长得就像一个带着皇冠的样子的病毒 那看起来是很华丽的样子 没错 它也就是一个很华丽的一个恶魔 可是大部分在我们生活当中呢 这个恶魔其实都没有造成我们多大的问题 例如在我们所知道的所有冠状病毒里面呢 其实有七种 其中四种是非常轻微的 但我们得到一些所谓的感冒的时候 有可能的其中一种病毒 得到的就是所谓的冠状病毒 所以大部分冠状病毒不用担心 就是如果它发生变异的时候 就是我们人类有属于人类的人类冠状病毒 也有属于动物的冠状病毒 但这种动物的冠状病毒 传染到人类的时候 它的变异起来 变成 传染到人与人之间的时候 它产生的变化可能比较多 所以我们产生的后遗症比较多 我们这种冠状病毒呢 其实在这十几二十年非常的火热 然后第一次大爆发的时候 在2013年的SARS 然后到2012年的时候的MERS 今年2019的时候 终于发生了第三期的变异事件 也就是我们的2019年新型冠状病毒 也就是所谓的武汉飞业 在目前这么发达的医疗社会里面 病毒的药物是太少 例如我们可以治疗的包括有流感 我们有克流感 那我们的吸肝 我们有抗吸肝的药物 我们的艾滋病 我们有极微久疗法 但其实对于大部分的病毒 我们都没有任何的特效药 那这时候我们对病毒的治疗 有什么方法呢 其实没有什么多好的方法 我们对治疗病毒 就只有知识性疗法 但对于知识性疗法 这种这么被动的话 我们可以化为主动 我们就是要用一个就是 我们防范性治疗的一个方式 那有什么防范性治疗方式呢 所以就一种 那就是公共卫生里面的疫苗 所以大家可以知道说 我们的小朋友需要的很多的疫苗 包括了我们的麻疹 或是德国麻疹 或是小孩麻痹 或是我们的脑烟 乳状病毒 我们都没有任何的特效药 但我们有很好的疫苗 去让我们产生出够抗体 来抵抗这种病毒 所以我们要知道 我们病毒既然没办法 好好去用抗病毒药物来治疗的话 那这时候我们能做什么 所以目前能做的就是防止 那防止上我们的疫苗 可能可以经过SARS MERS的经验 我们的美国开始会用一些方法 让我们可以对我们的病毒 某一些蛋白质 去产生我们特定的抗体 来做一个疫苗 但是目前最快也要等五月 才能会有那个可以上市的一个 抗我们新冠状病毒的疫苗 我们来看看什么是武汉病毒 武汉病毒就是所谓带着黄冠的一个病毒 那外面呢它有一些叫做S protein 我们的S protein的意思呢 就是它要经过我们 进入我们人体的时候 它需要一个钥匙插入我们的钥匙孔 然后它才可以进入我们的细胞膜 拿产更多的病毒颗粒 所以呢这个S病毒呢 就变成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关键 如果它的钥匙突变成可以进入我们人体 它就变成可以大量防止 也就因为经过这次的武汉的 华南市场的进行的变化 变成可以传染到人类 所以目前就开始慢慢的变成 不断不断的无限度扩大出去 那它的症状有哪一些呢 那我们一般可以知道说 它跟SARS一样 它都有可能会有上呼吸或下呼吸道的感染 然后这次的比较发现它跟SARS有点不一样 是SARS大部分呢 都是以上呼吸道和下呼吸道同时并行 然后可是我们的新冠状病毒 主要不会以上呼吸道感染为主 可能以下呼吸道 虽然呼吸道感染为主 就是以肺炎或是以咳嗽 甚至到比较严重的是肺炎铭发的一些派血病 或者是昏倒 有时候可能只有一点点累 或是一点点感冒症状 这也有可能啊 所以就是变成防疫的一个大重点了 所以如果你有发烧 并且有去过武汉或是中国大陆 地方14天内 那我们建议说你还是打1922 或是到指定的医院去或进去诊 去做进行的确诊的动作 那由于他们两个的差距实在有点大 那我们来分析说 到底哪一个可能有问题了 那对于香港的问题 是因为它样本是取得太少 只有41个案例 那有可能是高 有点过度高估它的死亡率 那相对于武汉的政府呢 然后由于了 我们对于筛检除了个 新型冠状病毒的试剂 还有我们的实验室 在武汉可能有限 第二个产门的政策是 善用封城封路 封所有的交通 那有病也没办法去治疗 所以数据应该是被低估的 所以3%到15%之间 是比较可以合理的去推估说 它的死亡率比潜伏期有多长 那我们知道SARS潜伏期可能有一个礼拜 我们这个会发现有些人好像两天之内就已经发作了 有些人可能到两个礼拜 然后防复有两个 一个是政府的政策 第一个就是我们要限制疫情的人来台湾 所以现在目前我们的政府已经决定好了 只要是来自武汉的 就已经停止发出观光线 甚至整个中国大陆地区都限制不能来台湾到春节过后 我觉得是一个不错的一个决定 中国大陆 目前就是一定要在家里待14天不要出门 也不用去上班 这时候这样子的话可以有效的去控制 说疫情不要往外扩 因为本来民众我们第一可以做戴口罩 那口罩目前为止 口罩试验上分为三大种 一种是不资料的 那可能是做防尘 防PM2.5的类型的口罩 那第二个是外科口罩 那外科口罩大部分都非常便宜 那第三种呢 是我们的N95可能就比较贵了 真正有效的除了第一种之外 第二种的外科口罩和第三种的N95 对我们这种防疫都有用 所以大家不用去买N95 因为N95实在不舒服 它虽然带的可以过滤到95%的病毒 可是如果一样东西让你不舒服要天天带 可能我们觉得我们这个次的疫情 那大家觉得会有多久呢 有人用了SIR的一个统计方式 就觉得说这次的疫情50天会达到一个高 一波高峰 90天的时候才会是完整的最高峰 我真正要结束的时候 可能到5个月后 那也就是5月的时候 那如果也是要天天戴我们的口罩9个月 N95要带5个月后 那可能会觉得可能会受不了 可能会闷死 所以我们要选择一个最方便 然后符合大家可以做的方式 例如就是外科口罩 它舒适度比N95来得太好了 所以大家不要去抢N95 那只要戴外科口罩就好了 那N95呢 通常都是一天换一次 我们的普通的外科口罩 可以到4到8小时就换一次了 但如果碰到水或沾湿 太多口水的时候 也要适度的换掉 如果目前很多外科口罩和其他口罩 一般的防尘口罩会长得很像 那大家要怎么去辨认呢 这里就会有一个表彰 大家可以看看 这里有写CNS14774的这种标章 那代表说是经过认可 是真的是外科口罩的 就可以防止我们的病毒达到8成以上 那如果像其他 如果是从美国的 有ASTF2100-11 或是有欧盟的1468EN 14683 都有防止我们的病毒 扩散能力的一个外科口罩 所以如果你去买外科口罩的时候 记得认清这个标章 真正是这种标章的话 才是真正的外科口罩 要不然也是白带哦 戴错就是跟美带一样 好 除了戴口罩之外 我们还有第二个就是洗手 因为我们的病毒 这个冠犯病毒最怕的两件事情 一个是高温 五六十度以上它就会死了 那第二个呢就是洗手 因为不要让我们病毒 停留在我们手上 大概太久的话 它其实不会产生多大的问题 那正确的洗手 我在上一个影片 已经有跟大家说过了 例如我们要 撕搓冲捧擦 这五大口诀 大家应该听到腻了 所以重点再来就是搓要多干净 包括了内、外、夹、公、大、立、丸 这七字口诀 来洗手 那什么时候来洗手 是最重要的 有五大十集 第一个是 你要吃饭之前 然后炉吃之后 第三个去探病 看小孩 第五个就是 碰了液体的时候 身体液 包括眼睛、鼻子和嘴巴的一些 唾液的粘液 过后 那这时候就一定要去再洗手一次 要不然你无时无刻意再洗手 那手也会烂 也会不开心 所以大概抓住五大个重点 什么时候要洗手 是最重要的 最后一个反应很重要 就是不要去一些活情 或是一些 跟外面的一些动物接触 或是吃太深的食物 以防止更多的疫情来发生 也希望大家过个好年 希望今年大家都是平平安安 可以好好的 共度我们这一次的春节 到迎接我们快乐的夏天 如果大家还有任何问题 也欢迎在下面的 讨论欄里面提供问题来 如果有更新更多的新的 关于冠状病毒的问题 和有新的新闻 我会再及时更新 也记得别忘记按下我们的订阅链